我們來跟大家介紹這個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 圖片就比較囂張 其實你可以透過這個雲端夫的幫忙 那各位呢 生活裡面有沒有遇到這種情形 你們現在有沒有的 沒有在用LINE的 應該都有對不對 各位有沒有發現 如果LINE裡面傳圖片 多久之後會失效 點下去就 那個大圖已經失效啦 有沒有 有對不對 好來 我們先問一下 你來看看 我們找 這樣好了 假設我用Dog 我們來找一下 你現在看到這個是不是都是縮圖 就是小圖嘛 點下去才有大圖 對不對 好 點下去像這一張 大圖也是這麼大而已 那我們呢 就來抓它的小圖 好不好 你看喔 在這裡 對不對 我就按右鍵 我把它存下來 另存圖檔 這一張是小張的 好 存好了 我就進到這個雲端服務裡面 我有做了好多比較 因為我們家小朋友要我把這個放大 他要做立體迷宮 你看這樣 就是要想辦法對不對 好 我就點到這個地方 好 進來了 他有幾種放大 你可以看到在這邊 有沒有 他有一個限制 因為他本來就希望你小圖放大 不是你要大圖放大特別大 這是小圖的 他支援這些格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就把文件選擇 或者我直接從這邊丟進來 這樣也可以 有沒有 進來了 好 我就用最高品質 放大四倍 各位要注意一下 放大四倍是長跟寬 各放大四倍 所以有沒有變十六倍 對齁 所以我就開始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要來比較一下囉 他一下就做好了 反正是雲端服務嘛 也不是APP 所以你也不用裝 OK 下載 這個是放大後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 這一張 有沒有是他的大圖 對不對 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樣 盯起來 我們來跟剛剛這一張 有沒有發現 放大之後 效果還不錯 如果這一張放大 你應該知道一般的影像軟體 放大之後 有沒有會有點模糊 我現在再放大一點 是標準的會像這樣 可是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他銳利度還蠻高的 所以說萬一你真的 不小心有這種需求的時候 也可以call out求救 這樣OK嗎 所以我們今天 負責介紹很多服務給你 因為其實你做簡報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用到一些 外來的東西嘛 對不對 你除了文字以外 你的圖片 你的影片 你很多都是外面的 所以你要知道說 去哪裡找這些服務來幫助你 好